1月27号,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布消息称,孙杨违反世界反兴奋纪条例面临终身禁赛。当天,孙杨委托代理律师发布律师声明,称报道不实。当天下午,中心社记者电话采访了此案代理律师张启怀。他表示,目前正在起草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律师函,将查明事件使作俑者,启动诉讼程序。 让他澄清和对他的这些不实文章撤回。完了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查明这个事情的这个根本的使作俑者和这个不良用品和不良企图的人,我们来做出相应的诉讼。 张启怀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求《星期日泰晤士报》说明消息的来源,从而根据不同的被告对象,进一步追究造谣者、信息泄露者等人士的法律责任。 我们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起诉,肯定是他没有经过核实,没有采访过孙杨,也没有采访过孙杨的领导和他的游戏队的领导,也没有采访知情人,更没有采访代理律师。 那么我们认为他的一面之词,而且他不实之词,他应该承担他刊登这些编造的虚假信息的责任。 第二呢,如果我们找到的是谁编造的,那么我们对编造者、造谣者要追求责任。 第三,如果是能够找到泄露仲裁过程中有的人说的一些话,那我们将追究泄露这个仲裁避命的相关人士的责任。 所以呢,现在要查清楚之后,我们选择不同的被告的对象,采取了诉讼的评讯。 1月27号下午,孙杨代理律师张启怀发表声明称,事发2018年9月4号晚,IDTM公司三名工作人员致孙杨住处对其进行在外反兴奋剂检查。 整个检查过程存在多项违规操作。 第一,包括血检官、尿检官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均无法提供IDTM公司对此次检查的授权文件。 第二,血检官和尿检官均无法提供反兴奋剂检查官资格证明, 且血检官无法提供护士职业证。 第三,三名工作人员在检查报告中虚假陈述,恶意捏造孙杨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事实。 随后,IDTM公司将三名工作人员的不实报告提交至国际永连。 张启怀称,2018年11月19号,国际永连针对此事在瑞士洛桑举行了长达13个小时的听证会。 孙杨本人,孙杨和IDTM公司的证人均接受了询问,他本人也出席了此次听证会。 评论会的程序和流程内容,按照国际永连规格是需要保密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孙杨方面是非常认真的去了多名证人,而且当兵出示了相关证据。 中文院也非常认真,国际永连的中心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听证。 这以后在去年的年底前做出了裁决,具体的结果是孙杨在此次事件中没有责任。 针对目前外界十分关注的孙杨受此事件影响境况如何,张启怀也首度发声称,孙杨将继续保持良好体育经济状态,此次事件不会影响赛事的备战。 孙杨第一,继续保持良好的体育经济状态和稳定的思想情绪,去积极地按计划完成赛前和日常的训练。 第二,对于这个事情明确表参,自己应该相信主持,相信体委,相信领导。 第三,绝不影响参加大赛的准备。 第三,相信法律一切事情由律师去帮助他,依照法律程序完成相关的事业。